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在视频前 你大家好 我是军松 欢迎来到90后房产JS Property 今天呢 我们来到的是位于枕林山的Jaran Berlindis 今天我会给你们介绍的是一个双层的角头间 虽然它的condition不是讲特别的好啦 它的油气啊这一些啊 因为它是original的状态 然后物质呢 是有点年龄了的 这里应该是长达一个20年以上的年龄了 因为这边是枕林山的一个旺区Jaran Berlindis 相信你们对于枕林山湾区只有两个地方哦 一个是Nosantara那边 那边是比较新区的 这边呢 是Berlindis 这边是比较老区啦 只是老区会老应有尽有啊 要银行啊 要吃啊 要什么啊 都非常的方便 甚至是呢 相信星马工作者来回啊 你们对这边都是非常的熟悉 因为呢 这边是很 那个CW的drop point之一啦 So 我们也废话不多讲 我这边 首先我会给你们看这边的整个环境 还有这边的邻里 啊 这边我提前有来做过survey了啦 So 我这边先把镜头转向前面 So 你们可以看得到这一边哦 它是属于一个 嗯 都是三大种族都有的一个地方啊 没有讲特定小花人区啊 什么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一边 啊 这边前面就是一个路口啊 然后前面就是一个商店街啊 有八王方啊 有KFC啊 之类的 银行都是在前面的 这边是很繁荣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一边 我刚刚我有来这边 呃 车走 走上走下啊 我有去survey了啦 这一排总共有13间 啊 今天我要介绍就是这家屋子啊 13间 大概有七八间都是华人 都是华人 我看到外面有天空 甚至是旁边都是华人 啊 所以咧 这一边基本上都是有蛮多华人居住的啦 OK 所以我们这一边 我给你看一下这边的环境 啊 它这边是位于corner 它是corner 旁边有一个19车地 然后咧 旁边是一个小路 啊 这个小路的话一辆车是可以通过的 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一边它是属于unbroad view unbroad view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 这一边前面它是facing the jungle 啦 哈哈 森林森林 不懂泰山跳出来吗 哈哈哈 OK 所以这一边的话 都是居民来来往往的路 啊 他们会走的啦 不是主要通往的路啦 不是来往的路啦 怕会吵啊什么的 这是小巷的路来的 所以你们这边可以看看一下 因为最主要不只看屋子 你们也要熟悉于它的环境 它的邻里关系啊什么啊 这边我都可以拍到一清二楚给你们看看 所以这个是它的屋子的全貌 这个是它的屋子的全貌 虽然它的外面的condition是有点 不是很理想啦 只是相信 会看屋子的你们都是看整个整个structure啦 before来我已经有把整个structure看过了 是OK的 是OK的 甚至是啊 屋主有讲过了的 关于defect啊 那一些啊 它会做妹妹给next buyer so 这一边我们先来它的旁边的地来看看 这边旁边的地 哦 不错哦 蛮大一下 蛮大一下 它是19车 它不是平平的啦 它是有这样子插进去的 so 这一边可以看得到它这一边有重东西咯 本身屋主它是没有住过的 这个是一个bumi release土著单位开放的单位 然后呢 它的前面是面向东 它是坐西向东的 坐西向东的 它是面向东的一个单位 so 你们可以看一下整个地 这一边你们如果有兴趣买的话哦 肯定是要cut一房的啦 肯定是要cut的 多少肯定是要装修过一房才可以进去住的 so 你们可以看一下整个condition 是original的condition ok so 我们进来这一边 你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个屋子 它是四房三侧 它的屋 它的屋子的buildout 是20x65 20x65 sorry sorry 20x60 20x60 它旁边再加多一个19厂 so 你可以看一下它整个structure 这种旧款的屋子 其实它们的整个构造是比较稳固的 虽然是过了20年 只是它整个我有去看过了 它整个的墙啊 还是什么啊 有裂也是那种sealing high裂啊 什么的 只是它的condition不是很美啦 ok 因为屋主有讲过 他本身没有住 他是租给别人 他本身要卖掉了 假如真的是有兴趣要买的buyer 他有讲过任何的defect 他都会做美美给你 都会做美美给你 honest daddy honest daddy ok so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客房 跟楼下的厕所 它是四房三侧 所以楼下是一个客房 跟一个bubbit的厕所 然后这是它的kitchen area ok so 这一边不止它的地点 是蛮不错的啦 我们讲strategy啦 然后它的屋子哦 它的buildout哦 真的是很大一下的啊 虽然是20x60啊 你可以看一下整个buildout 整个空间感哦 拉满了 整个拉满了 so 我这边我站在角落 给你们看看一下 它的整个buildout 它的客厅 旁边还有多一个窗 这边可以打造成一个落地窗 什么啊 假如没有用的话啦 或者是有用的话 都是可以给小孩去旁边跑跑啊 什么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整件是original condition 屋主是完全没有去做过的 一买来就直接做包住工 哈哈哈哈 ok so 我们这里我们先上来 看看一下楼上的condition 所以我们一上来的话哦 它是三个房间 跟一个外面的厕所 还有多一个厕所 是在hold旁边这一边的 啊 这一边的 啊 那个是master room的厕所 所以上面是没有小厅的 没有第二个客厅的 所以我们先第一个进来 看它的第三个房间 第三个房间 ok so 现在它是租人的状态啊 啊 难免它会有一点阿杂阿杂这样啊 哈哈 so 你可以看得到哦 它这边有列 啊 是有列的 真的是有列的 我本身也有看过 啊 只是它是ok 它有些是弃裂 有些是真的裂 这种补得掉的 这种补得掉的 啊 你们可以看得到 它这种是补得掉的 ok so 它都会做给你啊 那种 defect啊 像这种啊 漏水的 啊 它也是会做给你 啊 这边我又都有提前上来 啊 以为我把你们 survey过了啦 然后呢 我们去到二房 二房相对于刚刚那一间就没有这样多列 啊 只是它上面的漏水啊 一袋一袋啊 啊 这种 这种它都 都有的 so 这一边也是有稍微有一点点的列 只是它的空间感啊 因为最主要我们还是要看它里面的那个空间 ok so 你可以看啊 20x60的空间不小啊 真的不小啊 它是它的二房 这个是它的三房 ok 旁边那个是二房 so 这个是它的public的厕所 你们可以看看 难免会有一点不美啊 因为屋主买到来这一边 它已经是大概20年左右的时间了 20年左右的时间了 ok 它完全是没做过任何专修 一买来直接租出去的 ok 然后我们来到了 这个是它的master room master room ok so 你们可以看看 它整件的master room 啊 这边基本上它补了哦 你再粉气刷一下啦 整件就很美了 不错的 真的不错的 啊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 我也是有看到一些corner house啊 也是华人啊 他们都是专修到不错的很美的 甚至有些啊 他们印度人啊 哇 也是专修到很美很美的 啊 这一带是算繁荣区的 真的是算繁荣区 相信懂这一带的你们都已经懂哦 这边是真的是算繁荣区 凡是靠近新加坡的都不差啦 更何况是这一边是那个CW的drop point之一 啊 前面就是那个CW的那个Budstock的drop point了 所以这边我楼上基本上也是排完了啦 啊 它这边它上面哦 它是有点烈的 它上面是有点烈的 啊 它这个ceiling它做到不是很好 也不是讲不是很好啦 也毕竟也过了一点年份了啦 难免会有点烈的啦 屋子老旧嘛 所以这一带的话 啊 嗯 如果你不熟这一带的话哦 你们可以用Google map 打Jalan Perintis 啊 这一边你们可以看得到哦 Google map那边会著名的 繁蚌地区 啊 只有两边 啊 这个CW只有两边 Nusantara 跟Jalan Perintis 啊 只有这两边的 啊 只有这两边的 ok so 我这边我再出来跟你们 给你们看看这边的环境 so 关于这一间哦 它是Bumi Release 然后屋子哦 它是华人来的 是华人来的 啊 它真的是不错啦 它有心要卖啦 只是它价钱哦 也不会讲放到很高啊什么的 它价钱它卖多少呢 它价钱是卖600千 600千 ok 啊 假如真的是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来看看了 Google 啊 然后看到整个屋子啊 Google 啊 我们再来看 这个价钱还是不是可以商量啦 因为屋主有著名 就是讲 呃 它要卖600千 它也没有讲可以Nego 还是Net啊 什么的 我相信如果真的是有心的话啦 屋主都是ok的 都是可以谈的 ok 最主要啊 你们要来看一下这边的地点 这个屋子 然后呢 再去考虑一下 可能你们专修啊 专修来多少钱啊 这些 啊 就是屋子的defect那些 都 呃 屋主全部会做给你 啊 它做没没给你 啊 有什么漏水啊 有什么lid啊 之类的啊 屋主全部做没没给你 屋主有交代了的 啊 所以这一边 我再重申一下它的 屋子的详情 它是20x60 然后旁边多19扯地 啊 就是这边 19扯地 啊 是斜的啊 是斜的啊 ok 它是坐西向东的一个单位 然后呢 它的卖家是600千 是600千 然后它是Bumi Release的一个单位 啊 当然华人就可以买啊 不要听到Bumi就不可以买啊 啊 它是Bumi Release 土著开放的单位 啊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 你们也可以跟我约个时间啊 我是军松 啊 按一下链接 有取得联系 啊 甚至是呢 要找这一代的屋子 还是要找别边的屋子呢 都可以给我知道 啊 我这边我都会给你们 啊 我手上的listing啊 适合你们的 啊 甚至是有屋子要卖啊 还是要咨询啊 还是要拍视频啊 啊 然后 甚至是要 估价啊 我这边都有提供这个服务啦 so 今天我的分享也是到这一边 假如有什么问题 可以私信我 或者是在以下留言 让我知道啦 ok 谢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 再见